這是珍珠的 好漂亮 婆婆一定也很喜歡吧 對 女生都會喜歡這個東西 但是你會選珍珠給婆婆 是不是因為她平常的打扮 她比較喜歡把頭髮挽起來 所以我會覺得比較高貴 高雅的那個感覺 所以就會選這個珍珠給她 那當初買多少錢 當初好像六十六萬吧 六十六萬 對 這個很大的珍珠 珍珠如果在三個色系裡面 就是白色 黑色 黃金珠裡面 價格最貴的可能就是黃金珠 因為它的產量最少 產量最少 所以如果越大顆的 越少 所以這個算是很大囉 這樣算大顆 不小 這個大的黃金珠 比如說一個十六米的 比如說啦 市價行情 比如說三十萬 是 那如果十八米的 多兩米 阿關你覺得會有多少的價格 當然不是等比例啦 我知道寶石呢 越大 那個價值呢 它是跳躍式的 你知道我這邊有兩顆 十八點七跟十八點五 有禁令書的 剛好一對 你要找到一對很難 都是要跟人家競標的 所以標多少 幾百萬 哇 那它這個多大啊 這是你知道嗎 我剛才有量過了 這是十四米 然後這是十四點四 戒指稍微大一點 墜子小一點 顏色基本上來講是不錯的 那就是說可惜 就是墜子的部分 它表面光澤稍微差一些 一般我們買珍珠 就幾個要件 第一個 大不大 不是靜 第二個顏色 它鮮不鮮豔 這算可以 這個稍微差一些 再來呢 表面的瑕疵 這瑕疵分了兩種 一種是它的瑕疵都在 分佈在局部 可能貴一點 整個都很乾淨的 最貴 那要是上下這個南北級 各一個 那糟糕了 因為沒辦法遮 是啊 那再來還有圓度 圓不圓 這個用詞要量 它扁得不好 那這個就稍微 不是圓到那麼遠 它只是有一些小差距 再來就是光澤 光澤就是表面反光的程度 保持也有光澤 珍珠也是很注重光澤 通常光澤拿來 你照下去 哇你看看 我們的臉硬在上面 對不對 挺亮的 像這個 看到我的臉 對 很漂亮 那是個烏烏的 我來看一下 這個比較模擬 對 就可能 就霧霧的霧 你真的說什麼阿皮膚 沒有 我沒有 想要我會變成阿皮膚 你告訴我 你太改善了 今天又不錄了 對 只要有一個 只要有一個 只要一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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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感覺上這樣子 對不對 李老師你下次不要來了 下次我就很漂亮 你真的看她的美女 就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你們在乎這個 不是 好像女人誰是氣來 那是我該說 你現在真心太好 你現在就什麼 沒有 差差距 你現在就差距了我 所以說好像珍珠 我們常常會這樣子 看 這個人臉印在上面很漂亮 那我臉都紅了 你真的 我嚇到 印在上面 所以整個條件 比起來加起來 又一樣 一樣的SOP下來 那好不好珍珠 就可以判得出來 好 所以 到底 這套組 珍珠套組 老師怎麼建價呢 請建價 36萬元 所以說好 因為珍珠 對啊 要跟您報告 這是珍珠 第一個 婆婆今天不要看 婆婆 不是 她的腰部 有太多太多的小點 它沒有辦法遮住 比如說我剛才講的 假如說 因為珍珠你知道 它大約四分之一左右 會在底部看不到 那所以說 假如超過底部四分之一 我們坐台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些 那假如說在下面的話 那就很完整 那假如說是那種 所謂的完全無瑕的 那個珍珠就貴 它是一個點而已 就是 它一定要鑽洞 它一定要鑽洞 所以說像這樣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珍珠 那再來就是 它的14.4mm 以這個大小來講 它並不是大到不得了 那再來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 它可能相當程度的使用了 它相當程度使用了 那它光子就變差很多 那它可不可以再整理過 這個很顯見的就是 但是戴的時候完全幾乎沒有保養 那珍珠怎麼保養呢 這是戴過的時候 因為它 它是裡面大部分都是方解石 還有這個 傘石這樣的 碳酸蓋的東西 所以我們化妝品 還有我們 焊水 還有我們空氣中的一些酸 黏在上面的時候 假如你在戴完以後 是必須要用手帕 把它弄濕 然後擰乾 擦一擦讓它硬乾 然後用密封袋封起來 它技術上沒有做這個動作 所以說它逐步的會慢慢的氧化 比如說所謂的叫做 局部的慢慢的老化 這樣老化很可惜 那珍珠要把它回復原來的光澤 是不容易的 但是其實是有這種技術 因為珍珠是一層一層的珍珠子 不斷的疊上去的 但是這個在我們目前來講 一般的珠寶店是不會提供這樣的服務說 去幫你把珍珠那一殼把它輕輕的 就有那種技術把它剝出來 它很少人做這個動作 那我們如果現在已經在家裡放了好多年 都沒有整理 現在再來整理來得及嗎 通常 現在再來用濕布 對 通常方法就是拿掉 再買一顆新的方法 有的人會想說 那我們洗所有的珠寶都會用軟性的洗劑 譬如說是用沙拉托 有機物都不可以 什麼是有機物呢 就像珍珠或者是珊瑚 這些都是有機物 都只能夠用清水下去清洗 然後再把它擦乾就好了 嗯哼 嗯哼 嗯哼